过去称为山仔兜的珠山聚落,位在金门西南方,是典型的雪原聚落。 聚落里除了一户姓张,其他住户都是薛姓子尊。 薛氏先祖真故宫在元朝治政五年,西元1345年就到金门定居,至今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 康瑜家寓以珠山为似水归藏穴,聚落内有许多水潭和水井,乌宇均面向大潭兴建,有聚水身材的意义,产称金门著名的风水聚落。 而珠山乡人在海外事业有成者比比皆是,侨惠源源不绝用于建设家乡,因此珠山曾有小上海的美誉。 同时金门早年还有有水投措,无山崽都复述。 珠山聚落内主要的建筑包括薛氏大宗家庙,顶三落,拜夫帝,夏三落。 和将军帝等。 同时还有多座洋楼,例如建于民国十七年的薛永南大洋楼。 顶三落是薛宪章在清乾隆年间独立营造而成。 薛宪章是珠山薛氏,开吾始祖真故宫派下,仁义理智姓,五房中二房的后代,是发迹于南洋的薛永顿之太高祖。 珠山的民居建筑格局多样,此为护龙蝶楼。 马背挤下的挤坠,有李虎云文的黎硕。 中间为星形的挂式,下垂书卷形的龟尾窗或聚匠心。 马背挤高耸于王形中属墓。 珠山顶三落与夏三落建筑样式大致相同,都将祖厅安排在中落的位置。 于是从外观来看,整组建筑会呈现中央最高的山字形。 借此来凸显祖厅的重要。 珠山巨落由于地形的关系,并没有单一的朝向。 建物、恪守、宫前阻挫后的配置禁忌。 以宗祠为中,环绕在缓坡的四周,共同面向中间的大潭。 这样的布局对冬季避风,聚落排水相当有利。 由基烟山望下瞭望珠山。 最前方的薛氏大宗宗祠,其屋顶的龙吻布置在三川脊的脊背上。 三川脊的屋顶应是六路大错的格局。 但基烟山是小山腹地脉不足,所以其大宗祠只能建得小巧精美而已。 甚至比旁边的小宗祠还要矮小,与传统的宗祠架构颇不相合。 因为在伦理上,大宗祠是全村所有建物的最高点。 任何建物的屋己不得高于大宗祠的屋己。 朱山的代夫帝是第一位旅居菲律宾的乔青薛少赞,因经商发迹而后出钱捐得的官职。 买得官绝后便大兴土木,建筑此一二落大错的代夫帝。 其屋之左右书斋并有花园,称为顶书房。 很多宗祠的镜面墙都做成双凹寿的格局。 朱山是一个侨惠丰沛的家族。 薛氏家庙的格局就显得十分寒酸。 格局小是受限于风水之说,但装点精致美奂,也不失为美中补足的补偿。 宗祠前有平台为明堂。 明堂下的广场为小明堂。 小明堂前为七星坛的大坛。 大坛是聚集裁员的库池。 宗庙之后为龙脉。 其家庙的风水穴位极佳。 所以,虽然气派小些,也能够为薛氏族人带来好运气。 并新整修的朱山二十号古厕民宿,是当地人俗称江军帝。 是清代金门总兵薛施仪的故居。 曾经平定小刀会,集会太平军,也是唯一担任过金门总兵的金门人。 受封为武功将军备受景仰。 将军帝为闽南市传统双落民居。 前后气势为特别的六角形。 屋架为山木,红砖使用不多。 厨房有红砖砌砌的窗户,从内可以看到外头,外面却看不到里头。 这些古人建筑设计的小智慧,最好是能够住下来,才能慢慢体会仙人用意。 珠山的传统民宅主要的类型,仍以一落、二举及一落、四举为主。 强身构造与村料使用,多以块状花钢研仁字器或乱石器为主。 窗台以上则以红砖抖气或施以灰浆粉刷的做法,表现了雾石朴素之美。 如果与山后及穹林聚落相比,珠山的建筑格局并不算大。 但由于地形的关系,整个聚落、和谐的跟周遭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真可谓,虽由人造,宛若天开呢。 在宜兰县圆山乡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 只有上德村三归路、五秀才林朝阴的宅地,还保留三合院的规模。 俏己云天 特别一提的是,这种俏己的屋檐,根据礼法,只有贵族或大官方能建构。 而当时的林家,尚未出现官人,仅指经商致富是不得见翘己的。 后因遇到贵人,一位清朝的皇后特准,代为请命而获荐。 第三代就出现五秀才林朝阴。 至今约180多年的历史。 不过,也有另外的说法,是林朝阴所建构的。 距离经约160多年。 在气候潮湿的南洋地区,这座古厕有一百多年的威风。 仔细看林家古厕的屋檐,可见当时宅院的风光。 民国81年,国家原本想将此列为古迹,将古厕以原样式及材质重建, 让这个可贵的文化资产得以永久保存,但却为林家所挽洁。 原山林家古厕是目前宜兰地区硕国仅存,维护良好的三合院建筑, 也是原山地区重要指标。 西元1802年,宜兰开墾为五围时, 原山地区还没有开发。 早期,宜兰河在原山地区与南洋溪相通,有共同水源。 南洋溪平时溪床干枯,但夏季台风或大雨季节, 溪水又经常往外漫流。 原山是溪流区域,不利耕种。 林家来到大三规限止时发现, 这个地区是一个很好居家开墾的地方, 而且地势较高,不会淹水。 而决定在谷措限止拓肯。 后来又因交通问题而举家迁来到这里。 林家来了以后,先见宅院居住。 一直到来原山拓肯的第三代, 林万圣到二节新办糖厂, 赚到钱以后才回到原山盖大宅。 原山大三规林宅是蓝阳平原上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聚落建筑, 新建年代久远。 到林宅,除了可以欣赏传统建筑之美外, 还可以体验到宜兰田园美景。 林家古厕的另一个特色, 就是围墙上留有防御用的枪孔, 反映当时社会治安的状况。 其实,林家古厕的正门上也藏有玄机。 门上匾额提有菊梅以三字, 反复研读尚无法得知其真正意涵。 在林家后代的解释下, 这三个字必须用台语来念, 才能了解其真意。 原来, 这一栋由武秀才林朝英先生在清朝咸丰年间所建的大宅地, 虽然历经一百三十多年, 至今仍保存相当良好。 武厕的外观是台湾传统专造的, 三合院多护龙建筑。 从大门往内看, 入口属燕尾飞扬的风格。 建筑物本身又分为大厅镇身, 左右护龙, 后厢和左右厢房。 镇中间有门屋供进出。 林宅之墙面分上下两层。 正面下层采用大陆进口的红砖砌尘。 上层则为白灰墙。 背面下层则以鹅卵石堆尘。 上层为黑色砖墙。 如果从远处眺望, 林宅乌瓦及木柱呈灰黑颜色。 在艳阳下显现出一种厚重的感觉。 据说, 林宅建成至今已经经历数次的大地震。 但林宅仍然安然无恙。 原因是, 林宅在每根柱子都垫有两颗柱珠, 既能防潮又能防震。 可见我们的祖先是相当聪明的。 林朝英古宅 是南洋平原现存最为宏伟的传统民居建筑。 宜兰县政府已将之列为历史空间保存, 属于限定古迹。 是南洋平原现存最为宏伟的传统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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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前来南洋平原现存最为宏伟的传统民居建筑。 如果您前来南洋游玩时, 这栋难得一见的百年古厕, 绝对值得您前来鉴赏一番, 欣赏百年古厕建筑艺术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